好了,今天是2021年3月12日 这个,关于这个林伍德解密证词 这期视频已经做了六期,这是第七期 这是晚上中文,晚上最全的中文里面 关于这个政治最全的系列视频 就是现在来谈一谈这个罗生斯坦和俄国人的问题 这个要从这个FBI的鬼故事行动说起 就是Gast Story Operation 这个行动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就是说在奥巴马以前就开始了 就是专门用来这个监视俄国情报方面 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他们主要是监视俄国在美国的那些情报机构和俄国的情报人员 监视他们的 所作的一切 严密监视他们所作的一切 以及监视他们 究竟发现了什么东西 就是发现了这个 得到了什么美国 美国什么情报 他们送到莫斯科 送到俄国之后 又返回来 返回是怎么一回事 通过这个 这个 也就很好的 监视了他们 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 进入他们的 进入这个美国 这些情报的 怎么得到的 是非常成功 因为 如果你知道他送回来是什么样的信息与返回的话 那么你就知道 他们进入了什么东西 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入了一些东西 用这种方法 非常成功 但是 在奥巴马上来之后 奥巴马 拜登 希拉利 他们上台之后呢 他们不想跟这个 俄国 就是产生麻烦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事情 直接监视 俄罗斯 俄罗斯也知道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就是奥巴马他们说 这个算了 对不对 就不跟那个 这个就是停了 他就取消了这个鬼故事行动 取消了 但是他们取消了 但是做这些行动的那些人 并没有行动 并没有取消 因为那是FBI的搞的 FBI有的事情 也不一定全部告诉这个总统 包括CIA很多事情 不一定告诉总统 总统有时候会了解不了的 很多东西 总统都是不知道的 不告诉总统的 所以呢 就是 这个鬼故事行动 他们怎么透露呢 他们选择一些 就是无足轻重的一些情报 或者就是选择 有选择性的一些情报 或者这些情报认知是对这个共和党不好 对不对 他把那些情报 给他送出去 或者选一些 错误的情报 或者是不精确的情报 或者是不精确的情报 给这个国人 当然有一些真情报 真实的情报 反正真真假假 送给国国人 这样的就好像是那个 有一点这个双尿间谍的味道 对不对 这样 他们就通过这些选择 有选择的信息 这个收入信息 不精确的情报 相互交往 同时 他们派人在俄国那边 跟他们进行配合 进行配合 这个Rod 也就是在这个奥巴马时期 这个时候 这个鬼故事 他就参与进来了 参与进这个鬼故事情动 他是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这个鬼故事 被美国 被这个奥巴马关闭之后 他们转到了司法部 在马里兰州 和DC 就转到下面去了 这个Rod Rod 在马里兰州 有生活的基础 他的那些鬼故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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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张鬼迹 分队 就是在马里兰州的 而且马里兰州是 这个 卫星的 这个 基地 卫星控制 这个监视 监视 卫星 那个 那个基地 所以呢 他就 接受 这个事情 同时 他们通过这个鬼故事行动 知道的事情 也让这个 验张鬼迹 分队的人 分享 他们有时候 卖情报 充满美国的情报 给这个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的人呢 这个情报方面 就给他 想给这个Rod 罗斯斯坦钱 但是 罗的罗斯斯坦 他不收 这不是因为 罗的 罗斯斯坦 道得好 有良心 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心非常的黑 非常的黑 好多事情 根本没有原则的 但这个 他为什么不收呢 因为 他有更大的梦想 他的梦想 就是什么呢 他想 当这个 中介大厂 或者是 进入最高法院 当大法官 因为他这个 他 认为他 法律方面 是非常出色的 或者 他想当这个 副总统 他想当副总统 因为这个时候 也已经开始要 进行 15年16年 开始竞选了 竞选了 当然是 他是这个共和党人 他是共和党人 但是他想 但是他很脏 跟这个 跟这个 民主党 希拉里 奥巴马 他们一样的 肮脏 所以他跟他们 有时候是有来往的 是有 是有交换的 同时 他 有时候跟那个 奥巴马 跟希拉里 他们是 为他们服务的 但是 这个 安装轨迹的 另外一个人 就是那个 肖 他也出卖情报 出卖情报之后 他收钱 就是别人给他钱 俄罗斯的别人给他钱 他收了 然后把那些钱 把全世界 通过这个比特币 把它洗牌 洗钱 最后这个 罗斯坦知道之后 非常的恼火 因为他不想把这个 给 搅进去 知道吗 他有 他的计划 他计划大得很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 肖 Branch 偷进了监狱 把他搞到监狱 监狱里面去 并且 呼吸他 一人这里 待六年 你别出声 就算了 不然的话 会要给你 要追究你 其他的责任 反正栽赃也要搞你 就是叫你在牢里 做四十年 但是那个 肖 就是他心肯手了 说不定 把他给搞没了 把他给搞死了 所以他在那个 狱里面 还悄悄的 向外面放料 就是罗斯坦 又知道了 就把他从那个狱里面 提出来 然后 送到另外一个 叫做 维吉尼亚 的监狱里面去 更可能建设在那里 他就麻烦 麻烦很多 监狱得非常严密 另外 这个 这就是他跟 他跟 这个 罗斯坦 他跟这个俄国人 是他们是互相交换的 互相 监视的 同时他也 出卖情报 给 给这个 俄罗斯的 另外这个 罗斯坦 他也参与了 这个 认知 他是 是指挥了 这个 杀害 这个 Safe 的行动 不过他本来 他是想 没想把他杀死 只想把他那个 那个 床游 那个 情报 信息 他们黑料的 那个 出生器 把他抢过来 换过来 就可以了 但是 就他底下的人 把他给杀了 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这个 Safe Ritch 他是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 任职在那里 在里面 做事 他就 了解到 这个民主党很黑 对不对 一些黑料 他就跟这个 维基 维基 解密 联系 给他们送料 后来 维基 解密 就 悄悄的 告诉他 指导他 怎么去偷 那些东西 很重要 他就根据 维基 解密的 指导 然后去 在民主党 以及 这个 ABN那边 反正 偷了很多的 那个 绝密的 一些 情报 资料 以及他们 这个 饭桐啊 以及希拉丽的 那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个电邮啊 什么的 他就下载 下载之后呢 他想送出去 但是 他这个事情 被这个 这个 鬼故事 和这个 安装 轨迹分队 他们知道了 他们是监视的 国内外 那个通信 他们是监视的 就知道这个事情 他要 交给这个 维基 解密 所以 希拉丽 他们也知道了 非常害怕 这个 罗斯斯坦 当然他也非常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 里面有 他有时候 他 就放些料 或者做些事情 影响 希拉丽 他巧妙的 就是 左右希拉丽 有时候是 控制希拉丽 所以 他不想这些事情 曝光 一曝光 他完了 一曝光 他就 他要去 要去当什么法官 当着副总统 都不行了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把他搞到手 所以 他就请了 他就请了 他控制的 一个这个 基督署的人 控制他 基督署的人 还有一个 就是他 也是一个 就是被控制的 被控制的人 这些人呢 他是 给他们 做过 联邦工作 或者是 救过他们的人 再加上两个 M13的 这个黑班成员 他们知道 这个 Fast Rich 下载了 大量的 那个资料 黑料 但是他们也 盼了出 这个 他肯定是 放在身上 不会 放在家里面 因为他家里面 他还跟 其他人住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 Lord Rossistan 就 跟这个 萧 要那个萧 其实后来 被他 被他投进监狱 那个萧 不认识 波洛基 就把 他们也知道了一些东西 他们把那些东西 下载下来 让那个萧 把它整理 把关于这个 轨迹分队 的事情 和关于这个 Rod 罗生士坦的事情 把它去掉 用 跟 这个 Fast Rich 一样的那样的 U盘 或者是小 出生器 就 准备是 把它抢过来之后 再 再给 这个萧 然后让他 该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 他手下的人 最后把那个 消 把那个 Fast Rich 就给杀了 本来是 抢过来 就够了 但是把他给杀了 最后 把那个 U盘 或者是 小出生器 换了 就是他们 拿到这个 里面有 死掉的 换上 他们 给这个 Sast Rich 里面 内容 差不得太多 但是里面 消除了 Rod 罗生士坦 和这个 轨迹分队 的一些事情 他这样的 但是 这个 他们得到的 这个U盘 或者是 小出生器 里面的 东西 都被这个 消 解密 就这个 加密了 他们搞不开 而且 实际上 这个消 还把他的 这些东西 放到网上去了 也是加密了 他要是 给了一些人 所以这个 Rod 的罗生士坦 非常老火 也不好 把他给杀了 反正就是 很麻烦 所以这个 杀死 这个 Fast Rich 对他们来说 本来也是个意外 本来他不想 被他杀了 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 有很大的动静 知道吗 因为这个 Fast Rich 是这个 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 很重视的一个人 所以当时 掀起了很大的 搏乱 好了 这个 关于这个林伍德 这个 重版 政治 爆料 叫 大体的内容 就 基本讲完了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